歡迎收看 近集的台灣 我是陳平均 帶你來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說到新竹呢 有非常多的美食 尤其城隍廟周邊 可說是小吃雲集 像這間鴨肉小吃店呢 就是當地的著名老店之一 人氣招牌鴨肉飯 是一碗滷肉飯 再放上幾片 煙燻過的鴨胸肉 滷汁超香 鴨肉軟嫩多汁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 還有這道 掏個必點的炒鴨血喔 鴨血切成片狀 下鍋快炒 加入烏醋調味 吃起來酸酸的十分入味 再加上微辣 真的相當下飯 所以每到用餐時間 總是吸引了大批人潮 成為新竹的地吃美食 說到新竹美食 絕對不能錯過的就是城隍廟周邊 這家傳承兩代的鴨肉小吃 這是相當著名的老店之一 每到用三時間 人潮滿滿一味難求 大家不約而同 尋香而來 覺得鴨肉吃起來怎麼樣 很香 很香 然後我覺得滿有嚼勁的 這鴨肉就是咬起來 很Q彈 然後它有一種 有一個炭香味 很好吃 這裡的炒麵就是 湯汁很多 然後你吃得到鴨油的香味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 過程中你就會覺得 麵不會太爛 口感剛剛好 然後吃起來 它的鴨肉也炒得很嫩 讓大家讚不絕口的鴨肉 吃起來鮮嫩又嚼勁 招牌鴨肉飯超級澎湃 鴨肉經過吹蒸再煙燻 搭上自製的乳肉 具有獨特的風味 韜客必點的炒鴨血 也炒得十分入味 每一面都完整的沾附了醬汁 以黑醋調味為主 溫和不嗆喉 再點綴辣椒 鴨血Q嫩 沒有腥味 超級下飯 就是它乳肉又跟鴨肉一起 所以就是吃起來那種味道 就是有一些 算層次感吧 鴨血真的是你來一定要必點的 因為它的口感就是軟 然後酸酸甜甜 每次吃完 我自己就可以吃完一盤 走過一甲子的好味道 是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美味 也是來到新竹必吃的美食之一 尤其這獨特的鴨肉飯 更是來自老闆娘許秀玲的創意 豬肉啊我們要用那個五花肉 還有那個用一點那個豬的那個脆脆 然後比較嫩 然後要把它炒焦 就是把它鎖住以後 你滷的時候那個肉才不會馬上開掉 所以你吃的時候那個口感比較好 一大早許秀玲就忙著在廚房製作鴨肉飯 關鍵的醬汁 悶熱狹窄的廚房裡 就像三溫暖一般 考驗著耐心和經驗 炒到一個焦炖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加一些這個 蒜片 提味 爸爸以前沒有賣鴨肉飯 鴨肉飯是後來我們果才賣的 我就想說大家都很愛吃滷肉飯 所以我就跟它結合這樣子 人稱許二姐的許秀玲 是鴨肉店的第二代 回想起小時候 因為家裡很窮 我們沒有地方住 必須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 我們是借人家的廚房睡 人家煮飯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旁邊嘛 可是到晚上他們煮好飯的時候 我們是用草皮鋪在地上 紙板鋪在地上 然後睡在地上 所以真的很窮 為了分擔佳計 體貼懂事的許秀玲 放棄升學的機會 傳承爸爸的手藝 一間挑起店裡的大小瑟事 四年前先生從學校退休 也協助店裡的前置工作 清潔當然重要 我會把一些細的毛 先把它挑掉 粗的毛等一下再來拔 個性謹慎保守的陳其彥 原本是國中高中的數學老師 做起事來肯龜毛 尤其對於食材處理 一點都不馬虎 我常常說 你洗一隻鴨比我洗個早還久 真的 牠就這樣翻過來 翻過去這樣一直搓... 一直洗... 牠就是...牠很愛乾淨 而且牠就是很執著 鴨球比較多 鴨球比較多喔 是因為那個以前個性的關係 還是說當老師的關係 應該都有吧 都有喔 開壓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先把腳剁掉 然後把手扶剁開 然後要把它壓一壓平 好 壓這樣 蒸起來的時候就差不多平 選擇4公斤左右的官田鴨 肉質加 嫩度最適中 要先經過慢火吹蒸取代水煮 鴨肉保有肉汁 而且更Q彈 這也是鴨肉好吃的關鍵 蒸它那個甜分比較可以鎖住 鎖在裡面 所以那個我們在蒸的當中 會有蒸丟下來的鴨的原汁 那個原汁我們可以拿去煮麵 我起鍋囉 小心燙喔 如果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別說進廚房了 陳其彥以前連菜刀都不曾拿過 原本念數學系的他 畢業之後就到學校教書將近30年 他是新騰太太做生意忙不過來 於是決定到店裡幫忙 這個要把它疊好 它疊有沒有怎麼樣 有任何均勢 然後就是說怎麼樣 要讓它有空隙讓它的菸上來 那這樣大概要去多少 看糖色 糖開始融的時候會有甜味出來 然後糖開始融化的時候 鹽又變黃 然後一直等到它變顏色了就好了 陳其彥說可別看煙燻鴨肉 一個小小的動作 還要注意的關鍵可不少 糖不能放太多 不然會變苦 而且火不能太大 不然顏色會太深 還要注意受熱要平均 一邊還要注意看煙的顏色 開始在變黃 因為顏色越來越深 應該算深黃吧 深黃 對 你記得可以用數學去計算嗎 沒辦法 沒辦法 準備要開囉 好 這樣顏色就有點 屬於偏深一點 偏深喔 對 算是合格的嗎 對啊 可以啦 因為顏色的深 其實會比較有香味 相較於太太許秀玲 可以看得出來 陳其彥的個性比較不苟言笑 講求一切都要有道理 所以她剛開始面對客人 總是非常的不適應 有些客人蠻無厘頭的 八隻翅膀要分三包 她還說平均分三包 我就覺得 這怎麼平均分三包 客人的邏輯 陳其彥總是想不通 遇到中文程度不好的客人 她更是三不五時 就會小小的抓狂 這時候太太就得跳出來 開當潤滑季 老闆 然後就看著菜單 她說 我要一個芡粉 然後我先生那個臉 就有點變了 芡粉 然後那個應該那個客人 那個學生一聽好像錯了 就說對不起 我要一個砍粉 我先生再忍不住了 那整個臉都爆表的變臉這樣子 我本來在煮東西 我一聽到啊 我那個勺子一丟出去 我馬上衝到櫃來旁邊 我就說 先生 對 芡粉一個 但說也奇怪 夫妻倆個性 雖然天南地北相差甚遠 但卻十分互補 就像這個需要大火快炒的鴨血 就像集了 許秀玲十萬火急的個性 好吃的關鍵 在於火候的拿捏很重要 然後蒜頭辣椒爆香 就要先爆香 先跟它炒熱喔 然後這是我們調配好的醋 那個... 其實炒鴨血真的很累 因為你要不停的去翻動啊 然後又要讓它炒到那個湯汁 收到鴨血裡面走 吃起來還要燙舌 鴨血加醋和韭菜一起下去炒 吃起來骨溜帶有酸氣 是饕客必點 店裡的招牌鴨肉飯淋上肉燥 加上煙燻鴨胸肉 表皮香Q 肉質不乾柴 滷肉肥而不膩 吃起來很順口 還有這個鴨肉炒麵 麵條很Q 份量也很足夠 是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必點菜色 除此之外 綜合滷味拼盤 也獲得韭客們的大力讚賞 因為真材實料 從早上營業到半夜兩點 是在地人推薦的 新竹宵夜必吃選擇之一 來了...鴨肉來了 你們今天怎麼那麼早來啊 比平常早來 你們今天點了什麼 還有鴨血 鴨血 鴨肉麵 鴨肉麵 你們不是每次都吃炒麵 對啊 還是沒有變 個性樂觀的許秀玲 大老遠就可以聽見他熱情的招呼聲 笑說自己是工作狂 肯愛搶錢 其實外表看似傻大姐的他 內心有個最深的遺憾 沒有說出口的 是一份對爸爸的想念和承諾 十年前啊 就是我爸爸他一大早要去運動的時候 就真的不小心就是發生車禍 就這樣走了 意外總是來得很突然 很多話來不及跟爸爸說 這也是許秀玲內心最深的遺憾 他一定希望說好好照顧好弟弟妹妹 然後還有他最擔心不下的就是說 他的店裡這個生意 就是說他從一年輕到老的心血這樣子 爸爸來不及說出口的 其實許秀玲都知道 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他一直不斷的努力在努力 這樣的精神也感染了女兒 我選兩層 十二隻 你選兩層 對 選到兩層喔 對 十二隻 怎麼比爸爸開心 比較快啊 這個算成功嗎 成功 把思念花成動力 做成料理 一口美食 一份感動 許秀玲要把爸爸的好手藝 傳承下去 丁竹的城隍廟有一間百年歷史小吃 老闆娘 許美慶從二十歲就結婚 跟著婆婆學做炒米粉做肉根 一做就是四十年 婆婆是從阿宗時期 民國前十年就開始擺攤 獨家摧粉 拌入肉燥吃起來呢 是Q彈鹹香 還有手工捏的魚酥大塊蓬鬆 現炸的蛋酥金黃誘人 鋪在魷魚肉根上 顏色超級吸睛 客人常常吃一碟米粉 再加上一碗根 百年有找 吃得便宜又大碗 他請問吃 以前我熬的時候 我也很燙 是要怎麼拌 你知道嗎 我剛剛就用三隻筷子啊 下午我們只有我們家用三隻筷子 再加 剛好有成黃廟保佑 妳看了那麼多啊 好 走 就這樣 有吃 有吃 然後又吃 還有吃 我就有過來這邊吃 那為什麼喜歡吃這樣比較好吃 這樣真的很Q 米粉有彈性 醬油帶一點蒜泥 便宜又大碗又好吃 這羹 即使做了40年 他依然不敢懈怠 因為這是從民國前10年 阿祖開始的家傳手藝 幾乎可以說是國寶級的小吃 一個肉丸 一個羹 所以我再少一個米粉是嗎 滿到像小山一樣的米粉 熱氣騰騰響起似意 一碟米粉 一碗羹百元有漲 CP是超高 用餐時間總是客滿 看我的手勢有點辣好嗎 差不多是這樣 滾起來 就剛才沾起來了 就種個豆芽 對啊 然後大蒜醬油 這個有孔 有沒有 這個是把那個蒸氣拉出來 然後拉那個香味 我剛才不是用高湯 對 我都用 這樣蒸比較有味道 就是有特別一種香味 我們必須要旋轉就是 因為它下面是熱的 然後上面是冷的 然後要把熱的拉出來 然後冷的再往後面 以前阿祖的時候 也是從這個廟前面 也是在這個湯味 我阿祖開始 他們都覺得說新竹是米粉 代表米粉 所以我們要把米粉的精神 一定要帶出來 對 然後現在很多攤 就由大家去那個 好 說到只靠豐塵才有的 酒醬風吹乾的米粉 土生土醬的徐美慶 竟是從小吃到大 國家更是從阿祖時代就開始 在城隍廟口 用手推車賣炒米粉 二十歲就結婚的徐美慶 婚後的生活 就是學做炒米粉 剛開始 阿公說因為新竹風很大 然後那個米粉真的很好吃 沒有宣傳 對 阿祖就拿起來說 新竹這麼好吃的米粉 怎麼可以讓它這樣子 沒有人知道 後來外公就開始賣米粉 新竹米粉有兩種 一種叫吹粉 你知道嗎 是蒸起來的 然後那個是用炒的叫做 那這個叫水米粉 那是用三種的 你只要煮好燙就好了 人家你去到那邊切的時候 它就有彈性 就好像有的有彈性 有的沒有彈性 沒有彈性就這樣 軟軟切切這樣 你就覺得它怎麼切切 這樣就不對 有 把米粉穿燙之後撈起 接著要快速拌入醬汁 許美慶說早期叫做米粉 用手去感受 吹台上米粉的軟硬好壞 跟著公婆做的時候 摸不著頭緒 如今早已假情就熟 但米粉的功夫 也從媳婦熬成婆 我也是吉祥 對啊 每天弄 少人三小 你覺得我那種感覺 以前都燙到整隻手都燙死了 而且這個也滿重的 這個很喜歡 你看我以前大肚子也是這樣做 沒有 今天這樣就很好吃了 這個Q豆 每天開箱前就要把米粉拌好 持續供應給妙口前台 而米粉的靈魂 就是那淋在上頭的肉燥 這一鍋肉香 也是要一大早起來處理 先炸之後再熬煮 這三層肉 三層肉 然後我們必須要炸到 有點這樣 青黃 這樣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是它的油 已經都噴出來了 肉燥加入了好幾味來調味 旁人看得是眼花撩亂 徐媚慶早已經把筆記記在腦袋裡 畢竟四十年 一萬四千多的日子 花油湯已是生活日常 我覺得以前 我早上要五點要起床 然後就要準備開水 然後又要來城華廟擺攤子 然後再回去準備貨 我就覺得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我們在固定 就不能上廁所 然後我後來就得了糖尿病 你把四十年的青春都丟在那裡 有時候回想一下 有點痠 有了前一代打下的基礎 徐媚慶從接手開始 生意就一直很好 相對的要犧牲許多時間 別人再放假休息 就是他們全家最忙碌的時候 像過年我們也沒得休 然後只有連夜飯 連夜飯我們也做到三四點 然後大家洗完澡才一起吃飯 三個女兒都很辛苦的 都在旁邊幫你做 魚羹 魚酥 捏魚羹 我們是一定要自己做的 現在很少人做這種的 可是賣這個真的很費工 魷魚羹真的是非常非常費工 你看蛋酥 魚酥都要用手工 魚羹也用手工 魷魚也是手工自己切 所以其實 可是我們魚羹賣得很好 招牌有魚肉跟肉 中間裡的魚酥淡酥 追溯起來也是有百年歷史 用每天新鮮的魚打成魚漿 手工捏製的魚酥外面少見 蓬蓬的外形 從邁向就十分討喜 妳就要一直加油 不然妳的椅子 翁起來 白頭白了 我大概覺得很像 對啊 每次客人都會站在那裡看 真的嗎 很多客人說他煮湯很好吃 對 很喜歡吃這個 自己很愛吃嗎 有 我每天也吃 魂圓飽滿的魚酥 一大鍋用手工慢火炸 吃起來酥脆中帶著綿密 翻動看似簡單 半個小時下來也是考驗體力 為追求完美色澤 更是一刻都不能離開爐火 外向人說呢 當然 有時候客人說 妳怎麼煮這麼壞 因為有時候魚漿打來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不硬 就像米粉 米粉其實也是靠天氣在吃飯的 我們以前很可憐喔 五點起床 這三個放水放好 去沖滾廟 換水放好 回來趕快船船 趕快船船 馬上回來再準備貨 四十年來 穿梭廟口和後場 簡單的百年小吃 看得到一個女人 對食材的尊重和珍惜 魚漿滾炸時的美 米粉小山的滿 需要樂在其中 才能不說辛苦 許美慶對豬家一直保有興趣 在細節中創造美感 像魷魚肉根裡的蛋酥 黃澄澄的鮮明 也是手工合成的滋味 現在蛋酥自己炸的也不多了喔 很少人 你開不夠 它會黏著火 這個就是在裡面的其中一樣 對 就灑在上面 然後客人沒 又是忘記給客人 他們就說 掃掉蛋酥 那種靈魂就不見了 這個真的也是很乾淨耶 所以客人要買 我真的有說 拜託你買一點點就好 我真的有跟他拜託 拜託你就吃完再買 真的 很好吃就是 有脆脆的那個有口感 也有層次感 蛋酥 對…會藏來 也滿便宜的 就魚酥跟蛋酥 跟我們台北不一樣 不錯… 我經常吃 這一碗魷魚肉根 生魷魚紮實 肉根砍牙 魚酥洗滿湯汁綿密可口 鋪上滿滿的黃色蛋酥 和綠色芹菜 妙口小吃百年屹立不搖 這老味道 連年輕人都很愛 它的肉不會到很乾又很硬 還有這個皮 這個皮我覺得滿Q的 對 很好吃 除了米粉 跟湯式鎮店之寶 新竹肉園也是必吃的焦點 皮Q紅椒肉杏香濃 而自製爆漿的大貢丸 一口吃下是大大滿足 做油湯的人生 常常是一回頭就驚覺 時光飛逝 活活過世之後 許美慶接棒也已經二十多年 在攤位前常常一起上一代打拚的精神 他想說他接傳的這樣這麼好的東西 我們當然不用怕叮嚀 我們就自己會做到 那小部分是我自己會稍微電動一下 對 其實都是他教我比較的 本來我跟我先生是一起退休的 可是我好像待不住 就休個三四天我就退休啊 然後就不知道做什麼 就渾身反而是病都來了 結果又跑出來 六十多歲的年紀 可以退休享福了 也由女兒來接手 但許美慶卻不想放棄 她熱愛的炒米粉 現在做生意早已不是為了溫飽 而是總日敷一日 卻不絕無聊的知足 經過這四十年 認識了好多好多的好朋友 然後來都還會找我聊天 最親的感覺 因為我就用心給它炒啊 你看我每天 你看那個那麼燙 我每天那麼用心的用它 然後我覺得 我把它炒得這麼好吃 是我最驕傲的地方 台灣妙口賞吃的魅力 美味中帶點歷史軌跡 一盤米粉 一碗羹 一家子百年的故事 許美慶用心琢磨細節深處 只為一份好滋味 天於是 如果現在的背景 孔子 用心 平均 背景 心 瘋 自然